火勢全面燃燒 農煙不斷的竄出 一名鄰居遭到嗆傷 送一急救 好不容易聯繫到屋主 屋主表示 现场是宫廟 当仓库使用 有堆放大量金子 为了抢救财物 他的左手臂遭到烫伤 由远景护送旧衣 你没有要放什么艺人的物品 没有啊 回收之类的 没有没有 拉手套了吗 拉手套是我没车 车没车 车没车 车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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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茶啦 泡茶而已 你泡茶吃什么 吃茶的吗 没有啦 我吃拉手套 车到车点的啦 现场火势高温 消防队员在进攻时 一名消防队员 被同事从火场救出 马上倒握在地上 不断的干咳 同事摻扶他 没走几步 瞬间全身瘫软 险些昏厥 我们从我们分队出发的时候 在成功路小校 从远远看过去 就知道南新街这边 已经有全面牢烧最快 然后我们开车 车主从南新街 一路开上来 违规停车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小棒车 先上来 然后再加上 道路狭窄 水源不足 然后我们已经加强在布线中 然后刚刚有一个 像是邻居 屋主的邻居 有稍微的烧烫伤 然后刚刚屋主有上来 在了解状况的时候 他手部也被那个温度高温 然后在手背上 也有稍微的烫伤 然后现在目前在布线抢救中 今天你路角 车位少 转弯处都是违规停车很严重 我有建许家里去 来做那种红状杆 再转那个地方 来做红状杆 因为违规的大家都 自己方便就好了 我现在 我不停 一万不 一万不怕去万一 真的发生事情了 所以这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火警发生在仁爱区的南新街 优异现场巷弄狭窄 两旁又有车辆停放 消防车根本无法通行 造成抢救困难 消防队员只能背着水袋 走上两公里布线 还有热心民众骑车相助 火势最后顺利扑灭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